停火協議破裂 緬甸戰火又起 同盟軍稱23天攻下軍事重鎮蠟樹 蠟樹這個地方 它是連結中國 雲南 和緬甸這個曼德勒地區的 一個必經之路 緬甸軍的軍心換戰 很多將領的投降 造成了一些的 共同的骨牌的效應 地方武裝割去 緬甸內亂 局勢動盪 緬甸軍政府現在是屬於 四面受敵這樣一個情況 鳳凰聚焦 失控的緬甸戰事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任任 7月25日 曾因清剿緬北電信詐騙集團 而備受關注的 緬甸民族地方武裝組織 國感同盟軍 宣稱在23天之內 攻下了緬甸政府軍 東北軍區司令部駐地蠟樹 緬甸政府軍 發言人證實 多名高級官員被同盟軍逮捕 這也是2021年緬甸政變以來 地方武裝首次奪取了政府軍區 靠近中緬邊境的蠟樹 不但是經濟重鎮 更是緬北華人的文化中心 當地有60%的人都是華人 有數據顯示 目前緬甸軍政府 已經失去了86%的城鎮控制權 政府軍為什麼節節敗退 同盟軍又為什麼能夠 閃電攻克蠟樹呢 8月以來 穆解城內人心惶惶 緬甸民族地方武裝 德昂民族解放軍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若開軍組成的三兄弟聯盟 已經結結在穆解外 包圍了這座與中國銳利 一江之隔的小城 一百公里之外 在緬甸曼德勒 前往穆解的必經之路上 另一座城市 蠟樹已被同盟軍佔領 蠟樹也稱蠟序 是緬北善邦第二大城市 作為緬北14個軍區之一的 東北軍區司令部所在地 這裡也是緬甸政府軍 在緬北最重要的軍事據點 蠟樹這個地方 它是連結中國雲南 和緬甸曼德勒地區的 一個必經之路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機場 所以不管是它的經濟地位 交通位置 它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城鎮 7月25日 同盟軍宣布 經過23天的作戰 全面攻克蠟樹東北軍司令部 並在8月3日表示 以完全佔領東北軍區司令部 並擊敗政府軍部隊 蠟樹戰役取得全面勝利 在蠟樹多個重要地標 同盟軍升起軍旗 經過21天的 努力奉鬥 金城 阿徐師 徐英高 取兵解放 我勝利了 你們啊 在蠟樹被攻佔的一個月前 德昂民族民主解放軍 率先與政府軍開戰 攻佔了曼德勒 至蠟樹路上的重要城鎮 焦煤 腦秋 蠟樹陷入包圍之中 7月2日 同盟軍加入作戰 開始攻擊蠟樹周圍的政府軍陣地 蠟樹戰役正式開打 這次開戰也標誌著今年1月 三兄弟聯盟與緬甸政府軍 達成的停火協議破裂 這場蠟樹戰爭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 另一部分原因就是 政府軍內部發生了分裂的內厚 就在多個地區出現了 作戰不利的情況 很多據點就失掉了 那麼軍火也被 同盟軍的各個分支囊躲過去了 7月5日 同盟軍從蠟樹周圍五個陣地出發 向蠟樹發起攻擊 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信息 此次戰役 同盟軍共集結了 包括來自人民防衛軍 和其他明帝五組織 在內的約6000名士兵 同盟軍在接受媒體採訪中表示 本次戰鬥所採取的戰術 大致為先清理外圍 後中心突破 再掃蕩完敵的分階段策略 所謂的清理外圍 就是切斷外圍的交通線 不讓政府軍有派兵增援 這個情況發生 這個他控制得很好 真的就切斷了 向蠟樹的守軍對外的交通 對外的聯繫 以及後勤的補給 那麼中心突破 其實就是在控制外圍的前提之下 派突擊隊直接衝著 他的東北軍區司令部去 那麼大家都知道 情賊賢情亡嘛 如果把東北軍區的司令部 給攻破了 那麼下面的各支部隊 他當然就指揮十條 兵列十條 這樣的話他行動起來 就完全亂了髒法 就很容易被攻破 據悉此次戰役 緬甸政府軍部署了 約五千名士兵在蠟樹地區 進行防禦 並調遣了炮兵 坦克 裝甲車營 和眾多支援部隊 當然政府軍它整體上的軍事力量 就比武器裝備 就比同盟軍要強多了 但是它的問題是 就是這些好一點的武器裝備 在緬甸的崇林和山區 它試掌都不開 好一點的坦克裝甲車 在開過地帶還停坐在 7月17日 同盟軍繼續佔領了蠟樹城外的軍事檢查站 迫使士兵撤回城內 在攻破緬軍的外部防線之後 同盟軍隨即向緬軍 東北軍司令部中心進發 一天之後 緬軍緊急換帥 任命由來自曼德勒地區的 第99青步兵師師長蘇來 接替蘇丁少將的司令職位 不過新任司令還來不及上任 同盟軍23日即宣布 佔領蠟樹北部第68步兵團營地 打拉凶這個地方 基本上打了一個月就打下來了 所以與其是說同盟軍 有特別強的戰術 不如說同盟軍可能 有獨到的戰略眼光和戰術韌性 同盟軍它在幾個月之內 就成功動員到了3萬多的作戰人員 這人員方面 就武器方面來說 緬甸去年一開始就解禁了 私人合法持有槍械的這樣一個法令 可以說現在各方面 競技所能搞裝備的能力都在提高 在25日 同盟軍宣布拿下蠟樹後一天 另一邊緬甸英文媒體 伊諾瓦底報報導 軍政府在26日 命令其剩餘官員離開蠟樹 這次為什麼這麼快打下來 我覺得更大的因素是緬軍的軍心換散 和緬軍的就是怎麼講 這次其實打仗的激烈程度並不大 所以說相對於之前在國改軍事的激烈程度來講 這次其實主要更多的是緬軍的很多的將領投降 然後就是無心戀戰 緬甸軍政府現在是屬於四面受敵這樣一個情況 對於很多中高級將領來講 可能本身對於緬甸軍政府的未來 可能也並沒有很大的信心了 蠟樹是自2021年緬甸軍方發動政變以來 第一個被明帝武正式佔領的軍區司令部駐地 同盟軍佔領蠟樹 無疑給緬軍在曼德勒地區的控制 帶來了更大的威脅 就是明爾來或者說緬軍的主要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戰術的一個動向的話 看上去是他想要保證緬人核心區 也就是伊洛瓦底三條州和曼德勒中部一帶的安全 這些重點城市的外圍被同盟軍掌握 或者控制之後 那麼緬甸各大城市之間的聯繫 有可能被割裂 他們就難以形成整體的力量 從而為同盟軍的下一步的攻擊 帶來課程之際 8月3日 緬甸政府軍證實了東北司令部的陷落 軍方發言人佐敏敦表示 緬軍已有高級將領被同盟軍俘虜 緬軍東北軍區前司令蘇丁少將 第一野戰旅旅長苗敏威準將 新任東北軍區參謀長丁梭准將 東北軍區參謀長 梭頂上將等軍備俘虜 落塑膠戰使政府軍損失慘重 據美國和平研究所信息 緬軍還大約有2000名士兵喪生 另外包括2000名士兵及其家人在內 至少4783人投降 據估計同盟軍及其聯盟 一約有500名士兵在戰役中喪生 蠟树是緬北善邦第二大城市 整個轄區面積達1.2萬平方公里 總人口約為80萬 其中華人人口佔到了60% 緬語、漢語均為當地的通用語言 這裡是善邦的教育中心 也是緬北華人的文化中心 同時蠟树也是緬北的經濟重鎮 是中緬貿易中的重要節點 周邊礦產資源豐富 附近的鮑德溫礦區為緬甸最大的 千、銀、新產區 境內還有茶葉和紅玉產出 那麼同盟軍控制這些地方 那麼所有的經濟活動 經濟上產生的利益 以及稅收應該會向新的 控制的政權去繳納 這樣同盟軍的經濟收入 肯定比過去要大多了 那麼以後同盟軍在這個地方的 這個經營生產 它整個的要素就比較全了 那麼佔據了蠟树 這個地方不管是進行防禦 還是一個進攻 它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堅守的陣地 目前蠟树戰局暫時告一段落 當地局勢也趨於平穩 但一個多月的戰火 已經讓蠟树這座城市滿目瘡疑 我認識的朋友當中的話 有很多家庭是被炮火炸造的 他們的教會被炸毀 什麼之類的都有 王興忠1977年出生在蠟树 一家三代都曾在蠟树的中學教授華文 是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 三層樓高的藍色房屋 就是王興忠在蠟树教書的明德中學 旁邊往日熱鬧的集市 已經變成了一片燒毀的廢墟 但在一些街道上 已經有居民沿街席地擺上蔬菜 水果售賣 同盟軍表示 部隊正在展開清理殘敵 恢復秩序等各項工作 在那邊已經大概有四五天 沒有聽見槍聲了 一般都是安靜下來了 整個市區都是在打掃 由同盟軍帶領的 當地留守的老百姓在打掃 現在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現在既然同盟軍佔領之後 他要建立一個所謂的合法性 就需要安定這些居民的民心 所以他需要做一些執法的活動 他還是要一邊防范免軍的一個防攻 另外一方面 他還要恢復當地的一些經濟社會活動 這點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居民 還是處於一個光旺的狀態 讓他們主動回來的話 目前來說還是比較困難 因為不安全 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是按照果敢軍來看的話 他要控制蠟序長時間也是不可能的 控制蠟序的目的其實是一個軍事威脅 我覺得他不可能有長時間的維持 隨著蠟序失守 緬軍控制區再次收縮 目前緬甸軍政府已再次延長緊急狀態 推遲選舉以便應對內亂 但全國各地民地屋組織的武裝行動 仍然此起彼伏 唐卡拉特寺 唐卡拉特寺 心目中的佛教聖地 但自從緬甸爆發內戰以來 信眾蜂擁而至的情景已不復存在 寺廟周圍的平原更淪為戰區 今年7月末緬甸同盟軍宣稱 經過23天的戰鬥 攻克緬軍東北軍區司令部所在地 扇邦重鎮蠟樹 而這也是近80萬華人聚居地 數以萬計的華人被迫出走家園 那就是接近炮火影響 比較激烈的地方的話 一般老百姓都是在 剛開始打的時候就逃跑了 據我了解的話 華人一般都出逃了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留下守家的 或者很多人連這個守家的都沒有了 直接就把門鎖了之後逃給了 據我所知道的話 我們所居住的五寶區的話 幾乎我所認識的人都逃跑了 而堅守蠟樹家園的居民 不單要接受戰火洗禮 可能還要面對被征兵的考驗 大部分居民仍然不敢回家 特別是家庭成員有逝林的青年男女 就是強制性地被這個年輕人 被抓去當兵 強制性地要讓別人服兵役 這個是現在蠟樹居民很擔心的一點 現在我們看有很多人 還不敢回來的話 擔心被緬軍來報復式地來轟炸 在同盟軍攻佔蠟樹後 緬北最大的口岸城市 木解獲成為下一個目標 當地居民人心惶惶 普通百姓 緬軍家屬 士兵手持蠟燭 口中念念有詞 祈禱和平早日降臨 有緬媒報導 8月12日晚上10點多 木解市傳出劇烈爆炸聲 如果他把木解吞了 那對於其他民地國來說 那你這個分紅的 站的一個終結點 是不是就沒了 還有一個 就是你把木解 這麼大的地方吞了 那麼它的避障邊民 是不是會往北走 那麼北方 是否會接受這個結果 就是是不是你這個 就單方面地破壞了 聽我協議 這是存在的一些問題 而緬甸反對派 民族團結政府 狹下武裝 人民保衛軍 8月中上巡起 就對曼德勒省的民建展開攻勢 會向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推進創造條件 那如果要打曼德勒的話 那麼緬軍如果不重視的話 可能他的最後一個 能夠保護他 避惑他的民眾的 這樣的一個光環 他就沒了 因為曼德勒是緬甸古代的 最傳統的一個王朝的都城 所以他我覺得 如果是在正常狀況下 他會拼情力去保護他 對方武裝 步步緊逼 緬甸政府 今年宣布國民兵役法生效 允許軍方徵召所有 18至35歲男性和18至27歲女性 服役至少兩年 引發大批緬甸民眾出國逃難 根據泰國外交部資料 僅僅在徵兵法頒發的幾天後 也有超過7000名緬甸公民 向泰國駐仰光大使館申請簽證 緬甸軍政府在今年5月初再宣布 暫停對所有男性簽發海外工作證 避免失靈男性借出國工作逃避乳 緬甸三兄弟聯盟及其他反軍政府勢力 已佔領了國桿地區 以及部分善邦北部地區 累計已攻佔超過23個城鎮 和433個緬軍的軍事據點 目前在緬甸實力最強的地方武裝 是瓦邦聯合軍 正規部隊人數約有4萬人 他們甚至還有自己的兵工廠 控制範圍分南北兩部分 總面積約3.7萬平方公里 克清軍勢力緊隨其後 他們盤踞克清邦北部地方 總兵力約3萬人 控制面積約1萬平方公里 而目前同盟軍約有1萬5千人兵力 控制著約1.5萬平方公里 其中不乏經濟繁榮城鎮 如牧邦 國桿 蠟樹等地 再加上超過150萬人受洗管制 這就足以供養10萬民軍人 小數民族的民族武裝 他們都沒有說把緬甸整個國家 打下來這樣的一個野望 然後他們之間也並不是鐵馬一塊 而根據緬軍的官方數字 目前約有49萬人服役 所能控制的國土面積已經不到40% 緬軍的一個戰略收縮 從去年年底開始就開始了 在不斷的權限收縮了 就是尿來或者說緬軍的主要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戰術的一個動向的話 看上去是他想要保證緬核心區 也就是伊勒瓦底三角洲和曼德勒 就是曼德勒中部一帶的安全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緬軍在防守上面是有一定的任性的 可能他在策略的方面 他本來就不打算全國控局 而是確保核心區的一個安全去支持率 儘管在2008年 緬甸政府與地方武裝之間實現多次停火 並建立了若干個自治區 但目前至少仍有16支武裝組織 活躍在緬甸境內 他們繼續呼籲獨立建國 加強自治或實現緬甸聯邦化 這樣的一個情況可能是緬甸軍隊樂見的 他更多的可能會選擇官網 看你們這個對目前的爭奪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他是不是可以有余用之力 今年8月1日 緬甸軍政府宣布 由於國內持續發生恐怖活動 延長緊急狀態6個月 再次延後軍政府承諾舉行的選舉 延長緊急狀態是一個什麼 是屬於這個 它授權給它的一個叫國安委的組織 它可以界定一個狀態叫做非正常狀態 只要它界定了一個非正常狀態之下 它就可以各種操展開 去做它想做的事情 現在到延遲了第7次 它還在不斷地延遲 這個是有編輯效應地檢 我們看到了 就是它在程序合法性上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麼與此同時 它在這個績效合法性上 它卻一籌莫長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今年4月發出的報告 自緬甸2021年政局變化以來 加上近年緬甸內戰不斷 已造成近300萬人流離失所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表示 今年緬甸需要尋求創紀錄的 約10億美元 以便對國內超過1800萬人 提供迫切的人道援助 8月14日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緬甸 在內比都與緬甸領導人 敏昂來會晤 王毅表示 支持緬甸國內實現政治和解 同時希望緬方切實維護中國人 在當地人員項目安全 維護兩國邊境和平穩定 加大聯合打擊跨境犯罪力度 為雙方交往合作 營造安全環境 我們知道特使已經過去 在不斷地進行協商 那麼王毅外長去呢 我覺得分量是非常不一樣的 尤其在這種戰事比較敏感的地方 實際上根本地解決這個問題 要是促和 要勸和促和來談判 因為完全靠這種軍事手段 是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 就在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來 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晤 就實現政治和解 達成共識之後的兩天 8月16號 美國國務院發布聲明稱 美國兩名高級官員和緬甸影子政府 民族團結政府及數個地方武裝組織 舉行了遠程會議 美國承諾會繼續支持緬甸的民主反對派 這也意味著美國贊成武裝組織 和緬甸軍政府直接對抗 自2021年政變以來 緬甸一直深陷內戰的泥潭 政府軍和地方武裝組織之間的較量 從來沒有停止 雙方短期之內 恐怕難有明確的對華前景 感謝收看本期的華潤鳳凰聚焦博神任 下期再會 再次詐貢